太阳系中大大小小的星球有几百个,但是拥有大气层的星球却不多,目前来看主要是太阳,木星,土星,天王星,海王星,金星,地球,土位哟,其他有些星体虽然有稀薄的大气,但并未形成大气层,地球是上数几个星体中底层大气压力最低的一个,不过好了,地球是有大气层的, 而且这样的大气层,正好适合人类生存,那么地球的大气层是从哪里来的呢?是自己产生的,还是来自于宇宙空间?如果说是初始的地球的话,那么答案是两者都有 在地球刚形成的时刻,由于受到小行星撞击的频率很高,地球内部的熔岩活动也非常剧烈,因此地球上的一些物质会产生化学反应,从而生成一些气体,比如二氧化碳,二氧化油,氧气,氧氧气体,氧气氧气等, 但是这些气体在地球上保存的前提条件是,地球的质量必须够大,因为如果不够大的话,这些距离还是会散失到太空中的 然而当地球的质量足够大的时候,即使它自身不产生气体,也可以欺负太空中的气体了 所以当地球的质量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它也将可以从太空中获取气体 因此必须说地球上的气体,有些是地球产生的,但是有些来自于太空 不过地球保存又如此完好的大气层,还必须地感谢地球的磁场 因为如果没有磁场保护的话,地球的大气层将会被太阳光吹拂,而损失掉很大一部分 那样的话,地球的生态环境也很难存在 不过自从地球上有了生命之后,地球大气层中的大气,就和生命有很大关系了 比如,如今大气层中氧气含量占到了21% 但是在来到这种简单生物出现之后,地球上的氧气含量更高,一度接近40% 但是,因为它可以进行光合作用,吸收二氧化碳而释放氧气 如今地球上的氧气,也大部分是由绿色植物制造的 但是动物却并不会制造氧气 相反它只会吸收氧气而拂出二氧化碳 所以地球上的部分二氧化碳是由动物创造的 而当我们原来进入工业时代后,通过各种手段向地球打气层中 采放着二氧化硫、二氧化碳、氧化碳等气体 人类制造的气体总量已经被超其他动物 而这些气体对地球的生态环境都是很不利的 如果二氧化碳再大量增多的话,很可能会造成地球的温室效应 导致地球环境出现生态灾难 所以地球大气空间的环境保护工作 也是人类的长远发展大计 需要我们忠实起来呀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